大家好,10月28日,星期六,很快就踏入11月 我想今天比较早了,未够4点,因为等都没意思 等港股收市都没意思 今天比较大的新闻,就是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突发性心脏病 我早上星期五是很早收到手机讯息 我记忆中应该是8点半之前 很早的 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根据央视说的死亡时间是今天凌晨10分钟 稍后我们下个画面会说,但比较详细的我会在patreon里说 因为大家都明白,有些估计的东西我不想在这里说 但有些东西的确值得我们去想 现在大家想想在党里面 现在最担心自己健康的应该是谁 待会我揭条给大家听 好了,钻石狗组合是135% 美股现在很明显是沽空盘 我完全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 是可以NASDAB跌到这样 很明显是沽空盘 待会我们也会说 美银组合就下跌到62% 其他的大家看看螢光幕 我就不重复了 当然在patreon里面我说得比较详细 李克强总理只是68岁 年纪大不大?不算 不算很大 一般好像现在的年纪 68岁也不算很大 传出来就是突发性心脏病 离世 突发性心脏病就是心肌梗塞 大家知道在人的心脏里面有三条大血管 一般来说如果有些血管塞了 它本身不是因为很多人以为吃肉 一般来说就是你里面发炎 你发炎它就会分泌一些东西 好像喉咙发炎那样 这样就会把血管塞了 塞一塞一塞 你便会开始 怎样说呢? 开始走路的时候有气喘 如果再塞了两条的话 你可能有时会吸不到气 突然间心脏痛 因为不够氧气 你说 一般来说现在香港做通波制 都很简单 一般来说就是通波制 但是也有踏橋也有 你说 当然有很多阴谋论 很难说 为什么呢? 我在疫情里面 我自己也有个朋友 真的心脏病离世 但是他自己是知道的 就是说他有看过医生 就说他是心肌梗塞 但是他就没有去做过手术 手术不是很贵的 十几万他都没有做 我们都劝他做的 结果是 如果我没有记错 就是 2020年的下半年 我们还出来喝过两次茶 但是在2021年的下半年 就收到他家人的电话 就说他已经是离世了 心脏病发 他在医院 熬了一个星期才离世 非常年轻 只是50出头 因为是几年前的事 所以你说真正是心脏病发 也很难说 但是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一般来说 党里面 因为你国务院总理 其实是很高的职位 虽然现在的李克强 已经是没有任何政治能量 没有了 他一落就落了 当然 李克强的离世 也差不多可以 可以替这个改革开放 是画上句号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他有个黑强经济学 李克强 给人的感觉是比较亲民 比较贴地 比较讲事实 你现在香港的夜宾分 其实只是地坛经济 都是三四年前李克强提出来的 都是李克强提出来的 好 两个问题 第一 一般来说 党那么高级 他们的身体检查是很仔细的 你说不发放些仔细是正常的 为什么呢 很少像美国这样 拜登好像老人痴呆 特朗普好像草狂症很少 中国的领导人 连中了COVID-19都不会说的 但特朗普就会说 美国的很多白工官员都会说的 但中国是不同的 很多东西都不说 但一般来说 他的级数 身体检查等其他很严重 很严重 很平凡 他会这么快就发放过死亡消息 你想想是八个小时以内 还是央视发放 有说他说在游水 接着心脏病发 游水很少心脏病发 大家知道吗 你可能不知道 游水很少心脏病发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 你血压高 特别是血压高 血压高和心脏病 即使你痊愈也好 一般医生都会叫你游水 为什么呢 因为游水不大重 游水是不负重的 所以对心脏的需求是最低的 反而跑步 就最容易跑步 或者你跑楼梯 就最容易心脏病发 游水是最少 除非你在水底闭气 就没得说了 这些就没得说 这些就不止了 所以问题不是说 完全不值得我们讨论 当然 这个是财经节目 我们就不会很仔细地说 大家就进去Patreon里听 但是问题 两点我想说 李克强在他任来 中国的GDP平均每年增长是去到6.2 去到6.2 那时候没有人质疑这个数 那时候 当然 现在我们也有5 那质疑那些人不懂 第二个 你问我现在最担心身体健康是谁 大家猜不猜到 当然是胡春华 还有谁 对不对 大家回到这样的年纪 胡春华都年过60 当然 都要自己 看回自己的身体健康 特别看到李克强 哎呀 六十八岁 那就下班了 一定要小心 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我们接着要看 李克强前总理 那桑礼是怎么办呢 会不会是 比较铺张 或者是一切重拣 其他全部封闭 为了不引发什么大规模的悼念 我们不要说大规模动乱 大规模的悼念 这个我们就要看下去了 大家如果想听个评论的话 大家进去Patreon那里听吧 好了 读完施政报告之后 李家超就出来说 楼市减纳可以速成交 一会我们立即看看 香港楼市的状况 好了 另外一个走出来 你看到陈茂波没有运 你看到他 你看他的样子 已经没有运 一定死亡 你看到他的样子 大家看看盈光幕 你看到他的样子 是没有运 那陈茂波立即出来说 一天之后 立即出来说 他说 第一 现在你做的项目 每年是几十亿 几十亿是一年 如果你真的做了我们地产小专家说的那些 就不是几十亿了 可能是过万亿 第一个 第二个已经爆定向后了 现在的财赤 已经是过千亿 爆定了 好了 去到明年三月底 又会是多少呢 我不知道 如果大家有少少数学常识的 你都会知道 现在我们的储备是六千八百亿 在八月底的时候 如果减了一千亿的话 很简单 就五千八百亿 但是 特区政府的支出 每年是要七千亿的 那些钱从何来 有读者问得很好 他说 如果不能还钱 那又怎样呢 如果不能还钱 其实情况很简单 第一 外国就催你不涨 香港人都催你不涨 不过 香港人可以印银子给你 因为他给你 他给你要的是什么 他给你要的是港元 另外他也可以印人民币 还给你 任去改 因为你看看那些帮里面的条款 有些东西是任去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每年 你的支出是七千亿 那你得五千多亿 那怎样呢 那便紧缩 中国一样 现在公务员迷 有些出不了粮 有些叫你去银行借钱 那接着怎样呢 全部东西都收缩 什么叫全部东西呢 福利开支减 医疗减 一定的 所有的补贴减 人工减 职位减 所以你看到 现在既然陈茂波会这样说 为什么还要搞那么多职位呢 因为现在要搞那么多职位 那些不是香港 是上面 因为你够不够钱用不关他事 他想拿了你的钱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是两派人来的 行不行 是两派人来的 即是他拿了钱他走 不关他事 关我什么事 你借钱没钱还 关我什么事 是一国两制的 是吧 所以情况是很严峻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 大家自己看 今年财赤 或者超过千亿 算得到的 不是当年胡苏僧 是不是都说 我们可能会财赤 真的不是流的 好了 问题就是 现在为什么香港 就算做乞业都要借钱 除了借钱的钱 哪里呢 对 你要的是美元 中国不通要你的什么 不通要你的港子 什么 不会的 人民币有很多 为什么做乞业都要借钱 大搞大白象工程 原因就是这 因为不做基建 是没办法拿最多的钱 不做基建 我还看到内地说 喂 现在我们内地升学这么困难 不如让孩子来香港读书 他们根本没搞清楚形势 你看香港最主要的楼市 贸易 贸易 金融 全部趴街 还哪里有钱 好了 政府统计处 26号 发表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字 9月份 8月份 我们说了 9月份 整体出口货值 还是跌的 按年跌5.3% 进口货值 也按年跌0.4% 差不多跌至尾 由年头跌至9月份 可能过多三四个月 或者半年就不跌 为什么呢 因为过多半年之后 就跟现在来比 知道吗 现在是跟去年比 您想想想 现在比林郑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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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年 林郑那时候是什么 是因为疫情问题 中国也是封城 你想想 现在已经开放了 竟然现在比去年还差 明年和现在比 就不跌 因为现在已经是最差 我们不妨看看,好像超哥说的,减了辣,成交是怎样呢? 这个是10月26日,已经公布减辣了,大家看到居然那个成交是有一字头的 你看一样东西,公屋成交,青衣是便宜过200万的成交 一字头,大家知不知道当时一字头是多少年前的?是九几年 一字头的成交是九几年,好了,看多个新闻 这个就是刚刚出的,经济日报 楼价全年已经倒跌0.7%,9月份撕楼,售楼指数大跌1.75% 那你就看到减辣有没有效 陈茂波说的,不是我说 他说现在没有计划调高新讽税和利得税 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调高新讽税给最多的税是谁? 他自己?当然不调高了,对不对? 好了,利得税呢?调高利得税给最多的是谁? 中资企业 香港还有多少外资?对不对? 不关是外资问题 如果他调高新讽税的,现在给最多税的 人工最高的是谁? 你猜是街街街的钱? 街街街的钱亦在外国收不在香港 最高的就是公务员的现在这帮人 所以他是不会调高的 第一,第二,利得税 现在全香港最多的公司是什么? 国内的公司 你调高利得税 那不就是问他们拿钱用在香港市民身上? 不会的,所以 大家明白吗? 你要看穿他们的陷阱 正常是否应该要调高 是要调高的 只能做什么 减你的福利 减资出 减香港人的支出 大家看到 这个不是我作的 特首李家超 你看到台上这四件 你看到就已经玩完了 何炎 邱应华 许正宇和波叔 这四件是香港经济的动量 你看到就已经玩完了 他承认今年赤字会较年初 估算为高 因为印花税和卖地收入降 这个不用你说了 所以 陈茂波估计本港今年的财赤 会超过一千亿 那就赖疫情复苏 你不见别人复苏 那你就算吧 六千八 再减多 我当你一千 五千八 政府每年的开支是七千亿 那你说减哪个 你自己想吧 另外 你看到又移动了 他说北部都会区 会先过交以州的人工赌 王伟伦就说 雙轨并进 2025年才开始填开 为什么没有钱 没有钱 其实根本上 就不能这么多个项目一起开 因为他没有钱 你借不到 大家明白吗 你借不到 那怎么开呢 是吧 那些工人是内地人 你要给人工的 刚刚做个样子也要 是吧 你最多做到什么 现在林郑是做到还评 没有了 没有了 林郑没有做过的事 她做到还评 林郑那时候用了五亿 你想想一样 明日大雨 不计北部都会区 五千八百亿 我就当你对 前期工程需要一千亿 最少 甚至可能是千五亿 你现在发觉 这六债用来做什么 出粮 政府开支 国安 哪里有余钱可以开 开都开不了 所以 又退到2025 你知不知道 明日大雨提出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2018年 根本就开始不到 因为借不到钱 就是这么简单 何永延解释了 内地人 即是海外人才 她说的海外 就是内地 没有外地人 置业印花税 怎会是先免后征 她说 内地人才来香港买房子后 我就不用你交引花税 但在楼契上 就给压计 即是charge 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 是未交税 好 这个是好理不好 她说 等到你 大家知道 来香港 要拿到香港 永久居民的身份 是要七年时间的 她说 等到你 如果你最后 拿不到 香港永久居民的话 一个月之内 你便要付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罚你十倍 但问题是 中间有七年时间 她没有告诉你 她不可以卖 她只是告诉你 有个压记 还有一件事 七年 为什么香港人不行 为什么香港人不行 为什么她只有我不行 喂 如果我是 香港人有个手指 为什么香港人 不能把压记 然后 七年之后 才要考虑 要不要交税 哇 七年时间 你想想一件事 如果一千万的楼 一千万的楼 之前是15% 现在是7.5% 即是75万 你知不知道我延迟 交75万的成本 是低多少 我要立即交75万 以及我七年之后 才交75万 是两回事 你最少都要加通胀 不用 那为什么香港人不可以 你答不了我 为什么香港人不可以 为什么内地人可以 即是我有香港居民 我就自然一点 那我不做香港居民 行不行 没可能的事 还有一件事 他们很快就可以 很快就可以 看医生 等其他 全部都可以 那为什么会这样 何永健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你做这个 你做这个 目的是什么 简单说一句 你说他五年 要交税 即是他五年的 不用七年 五年的 三年的 我都觉得OK 七年 大哥 七年层楼都卖了 他没有说不能卖 他说有个压计 可能可以卖 是可以的 如果你问到政府 我没有办法供下去 我供不起 政府可能给他卖 不知道 还有七年之后 何永健还在吗 不在 所以这些是多余的 即是摆明一件事 益上面人 找香港人笨 香港人不买楼和移民是正常的 好 那我们说回财经新闻 你看到 逢是压到香港或者中国的全部跌值 全部跌值 你看到渣打第三季的业绩 按年跌百分之五十四 比COVID-19更坏 因为渣打是压到香港和中国 受累什么渣海银行减值 你看到他跌到妈妈都不应得了 这个股价是 好了 日圆跌穿了百五元 不知道很难说 YCC可能日本央行 过两天就开会 下星期就开会 可能随时动手 我经常都觉得 他会将日圆定在148至150之间 一定是这个水平 他觉得这是一个幸福 即是medium 简单说句 所以大家就不要乱来 除非你说 我打算过年去旅行 唱定先的 那些银马不大 没什么所谓 又有消息 这个上次也是真的 相信今次也是真的 腾讯南非的大股东 那这个是不是南非呀 大家自己想吧 可能就是死了一件 后面也不奇怪 是不是南非呀 大家自己想吧 那大股东 niceberg 旗下的potsworth 再将9600万股的腾讯 在香港全仓 大概是290亿货 因为他看到你的波路 你一定顶什么 你一定顶腾讯阿里 你一定顶腾讯阿里 那现在他放在那里 即是说你托市的钱 没有了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看到 现在不是很托腾讯 和阿里巴巴 现在托什么呢 现在托刑负基金 但你看到刑负基金 托不托得起 托不起 大哥 因为已经是没有外资 完全是裸体 即是说没有外来的资金 只剩下香港或原先股东的资金 就是这叫裸体 即是没有任何 premium 所以你看到他原仍是低的 因为他知道你还有少少i premium 这里放在290亿货 先负货 那是不是南非大股东 大家自己去想吧 之后市场又有新一些沽压 另外我们也说过 现在内地来港上市 基本上都不可以肯定来香港上市 你看到曼达 他叫朱海曼达商管 之前就来香港上市 现在延迟 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欠股东钱 如果你来香港上市的话 他可以告够你 告够你集资了钱又如何呢 你集资了钱 所以现在曼达和投资者说 我给你一些补偿 你不要搞我 有我的集资度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他会动你的 你集资度为什么你不赔偿回我 你现在不赔偿因为没有钱 没有钱我赔不了给你 那你集资度就有钱 所以现在你问我补偿是假的 应该恐吓就是真的 你不要搞事 我们现在上市 你不要搞乱我当摊 你不要搞乱我当摊 通常都是这些 所以大家也不要这么想着 现在内地说来香港上市的 一定上市 大部份都未必上市 我们说回美国 你看到美国的数据增长是强劲的 美国第三季GDP增长4.9% 这个数据是相当强劲的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货币和投资 既然这么强劲 为什么市场下跌呢 我又看不到债息升了 我又看不到俄乌战争就剧烈了 我又看不到通胀增加了 我又看不到耳巴情况变差了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沽空盘 现在美国有很多沽空盘 大家要明白 主要是沽过NASDAB 因为NASDAB今年升了四成 你看看纪录 但是道指今年升了一成 但问题就是 你现在沽到这个时刻 大家一会看到 这一句已经看到了 你看到Amazon的业绩是非常好 它的顺利是增长了2.4倍 我英文台也说了 所以问题就是 分分钟是一个转捩点 因为我们不是Bill Edmonds 它有很多钱 我们不是 即是你如果现在加到沽空的话 它弹回上1,000点的话 你会劫死 分分钟 之前试过很多次 试过很多次 很多劫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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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间公司 整间公司 S&P一样 没什么分别 经济数据是强劲的 大家看到 Facebook有没有大插 其实没有 它插了几个% 但是盈利很厉害 很厉害 盈利大升百分之23 你又不要看小猪八格 因为为什么呢 它里面有很多新东西 我们在一周股市大事 也说过很多次 譬如在Instagram 譬如现在的WhatsApp 你已经可以几个账户一起用 然后立即可以 视频通话 很多地方可以用来付钱 香港不行 很多 譬如在Instagram 在Facebook 很多东西都在弯锁 加了AI 可以由AI产生的贴纸 很多东西加了 所以你看到 它的广告收入 是超出预期的 因为多人用 相反地 譬如说 Twitter 没得说 因为Twitter 已经私有化了 你看到Snapchat 那些 可能是钱问题 我不知道 没有什么特别的进展 所以你看到Snapchat 那些股价 大家都是做社交媒 差不多是借了 另外 Google 亦不是差 今集的YouTube台积筆记 就会分析Google 大家看到Google 就相当之 这个一定要有AI 晶片才可以做到 如果不是 绝对做不到 Google 地图引入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就是说 不止 有条街道 就是你可以走哪条路 它甚至帮你找到 当时 哪条街道 是没有那么塞车的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你看到它是支援沉浸色视图 就像营光幕那样 简单说 你好像在路里走 它甚至帮你即时分析 在美国 暂时只是在美国用 哪一条路 有没有塞车 这个真的差很远 一般的 导航地图 它只会告诉你 我在国内坐过 一般的导航地图 它会告诉你 走哪条路 没错 对 但是它没有告诉你 哪个是实时塞不塞车 但是它现在告诉你 那你说是否很实用 对吧 另外 甚至 Google Pay Google Pay 在现在 它已经更新了 开发者 即是说 明年起 你用AI 生成的APP 如果受限的内容 是不可以扔出来的 但是Google 也有一个新的 有一个新的功能 一会儿跟大家说 香港大部分的企业 都希望投资是AI 但是有很多问题要考虑 第一件事 政策的问题 可能突然说不行 你不知道上面那是怎样的 第二件事 你没有最新的晶片 中国没有 好了 那如果美国不允许你用呢 那你收工了 即是突然间说 那个MV就是显示卡 不允许你用 那你就收工了 是吧 好了 现在香港的政策又如何呢 好多好多的东西 令到香港的发展 是很受限制的 那别人怎么投资呢 你上面可能一句 哦 所有AI生成的 有个随值的 都不准用的 即刻收工 对不对 全部不用玩 那没得玩 所以问题就是 你现在这个政治环境 是没有办法做到投资的 大家看到 Google有个搜索的新工具 它可以告诉你 你拿到一幅图片 这幅图片 你不知道哪里拿回来 可能是别人传给你的 它会有一个搜索的工具 告诉你这张图片 是否由AI生成的 这个相差很远 即是说 喂 这张图片是真的 还是流的呢 可能是AI生成的 你的来源是哪里 哦 原来是Google的 哦 原来是 Arcobet的 不奇怪的 可能是Adobe 哦 原来是这个 是Microsoft的 那你就知道 对不对 你想想一下 这些没有很强劲的伺服器 和AI晶片 根本是做不到的 但是我想将来可能会收费的 那你付不付钱呢 你也会付的 对不对 就是刚才说的 实时的 开车功能 你要开车你付的 对不对 因为 起码 我不用浪费时间 在路上 对不对 另外这些 跟中国有关的 就很惨了 你看到 福特汽车 即是立即是收工 很差 你看到 业绩差很远 你说差很远 差一点点 其实 但是他就说 他那个 贵度收入 411.8亿美元 预期412亿 低一点点 但是你看到 十几元的 十几元 即是福特已经跌到 只有十几元 十几元的股价 他那个 即是经调整后的收益 只有几毫子 三毫子 你可以想想 他现在就说 喂 很多人 UAW罢工 这样 搞到我们 就没了13亿美元 那我当你真 但是你看到他都针牌 盈利指引都不说 即是衰硬 另外高通 就会出一个 新的晶片 即是Qualcomm 这个就用到 台积电的 4厘米 用来做5G 这个晶片 是可以支援 你的电话 或者你的行动装置 是用来做AI功能 即是说 当个伺服器 可以传回资料给你 也好 你没有一个够快的晶片 也是没有用的 你一定要有够快的晶片 去传收 接着有个装置 所以高通的总裁已经说 AI 无处不在 如果你要等十几分钟 才有收益 不如不要用 即是最早期 最早期的 最早期的 56K 那些 那些是没有人用的 你一定用最快的晶片 才能用到 AI功能 那么 矫龙8Gen3 用户 不单是 云端 可以用 即是台机可以用 你手机 都可以无逢用AI 好 古神巴菲特 再次增持西方石油 我对石油股没什么兴趣 除了雪佛龙 我对石油股没什么兴趣 也不是太大的认识 反而我觉得雪佛龙 我更有兴趣 巴菲特在星期一至星期三 买入了390万股 现在持股比例 已经是四分之一 25.8 大概值145亿美金 究竟会不会打仗呢 可能巴菲特会估 油价升到100美金 不知道 通常我都不估计 大家会给予很多消息 搞到云头转向 刚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小小 变了很多不同的话题 施政报告 还有9万多东西 原来这个碧桂园 美元债已经违了弱了 即不是流动性紧张 是外债已经违了弱了 它已经没办法支付境外债 但原来不止 原来碧桂园 12个月内 境内债 即是中国境内债 是有1000亿人民币 但现在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都是1000亿人民币 简单说一句 如果它还了之后 第一 再有的债 还不到 第二 公司是要接的了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 就是营运现金 所以大家就不要以为 给很多 大家知道 它最喜欢玩的东西 转移视线 这个尾巴战争 哈马斯也说了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都来头 接着可能 施政报又说四五天 接着这个 李克强 就是前国务院总理 又说了一个礼拜 其实 碧桂园已经倒下了 碧桂园一倒下了 碧桂园一倒下了 很严重 它是四倍恆大 那么大 大家就想 我刚才说 刚刚看了NOW的新闻 很多内地想来香港 讀大学 为什么呢 因为内地上学难 找工作难 这些人是不知道形势 就是说现在香港都急速变怀 现在香港都急速变怀 当你香港不够钱的时候 所有东西都会停顿 那你说可以借吗 现在没有人借给你 我刚刚看了哈马斯 居然去问俄罗斯 可不可以放钱 那就玩完了 是吧 就是玩完了 为什么不问伊朗 为什么不问伊朗 伊朗你不要问我 是吧 美国已经吵架伊朗 你不要动手 你用手我炸架你 是吧 坦白说 这次是一个收钱做事的事 这次哈马斯 这次不是因为宗教的分歧 也不是说我要立国 你不让我立国 不是 在中东的人都知道 这次是什么 金钱的dirty trade 收钱搞事 就是这么简单 那伊朗当然不搞了 大哥 我是他隔离的 喂 有什么事 不是美国 美国打你 还有人道 以色列灭了你 伊朗还死 对不对 不出声 喂 你有什么要找 你找大哥 那你见到哈马斯 走去俄罗斯 喂 那我放不放人质 那谁跟俄罗斯做生意 那我们就伟大的祖国 那你想想一件事 我怎样跟你做生意 美国 下个月见拜登 拜登怎样跟你做生意 大哥 我怎样给你做 谁敢给你做 我告诉你 即使没有郭台铭事件 郭台铭也要走 郭台铭 郭台铭下面的供应商 整个人都要走 不可能 美国是不会认同的 美国的价值观 怎样会跟你做生意 对不对 你哈马斯去问普京 可不可以放钱 那说一条毛 对不对 那谁跟他做生意 就是你 谁买石油 就是你 大家都知道 不用说穿 另外 小米董事长雷军 这次不是小米手机 是小米汽车 是小米汽车 他说小米汽车 进展顺利 明年上半年 就可以上市 大家看下去 大家 坦白说一句 你现在特斯拉 和比亚迪 都打到七个一皮 你小米做得怎么样 是吧 大家都知道 现在越南的市场 挺旺的 挺旺的 现在越南计划 跟着中国的模式 简单说一句 就说 你们香港现在有三千万 你除了买房子之外 投资三千万 你就可以进来做香港人 我也不明白 有三千万 我来香港做什么 我也不明白 哈哈 对不对 如果有三千万港元 等值的美金 我来香港做什么 现在全世界都要钱 为什么要来香港 投资你的港股 什么大湾区 我也不明白 现在越南也会松磅 即是说 如果你进来越南投资 那是没问题的 希望可以在富时指数里面 提升到一个新兴市场 简单说一句 英国的富时指数里面 我希望可以做一个 好像越南指数那样的东西 当我做一个越南指数的东西 越南指数里面 全部都是什么 全部都是越南现在的厂期 那当你买我的上市公司的话 那些资金就是什么 就是流入越南的公司里面 那些钱最后流到哪里 流回越南 那就是当时中国 为什么这么多中概股 去美国上市的模式 就是这样 因为它是选英国的富时指数 它不是选美国 护知名市 即是证交所 就说它是东南亚里面 经济体系最小的 目前呢 在MSCI和富时指数里面 都是边境市场而已 简单说它就是没入流 好了 和这个斯耶兰卡 和肯尼亚差不多 希望 因为它说现在很多基金 投资和家族办公室 投资不了我们越南 我们的体量太小了 那麻烦你 我现在放宽了 麻烦你 让我在富时指数里面 加一个 越南什么基金 什么指数都好 那 如果搞得好 那很多钱 购买这个指数 那些钱是什么 那些钱是什么 就涌入越南 就是这样 有可能的 未必不行 你不要说一定不行 可能可以 只不过可能爆波 不一定的 可能可以都不出奇 好了 最后 之前因为LV在中国 其实LV的业绩是OK的 但是因为中国 在美国的比例 比较少了 所以就跌到 妈妈都不认得 那Hermes也是 好了 但是刚好Hermes 出了最新的轨迹 坦白说 你看到它在美国和欧洲 那些人是继续付钱买的 Hermes上季的营收 是增长了15.6% 非常好的 现在这样的环境 其中美洲地区 成长是20% 那你也可以看到 LV应该差不多 其实 好了 那为什么股价跌得这么厉害 因为你派息 最主要问题 因为你派息 现在你日股跌得这么厉害 那些商社 为什么呢 因为你派息 有些人当是收息股 两三利息 大佬 现在债息这么高 当然是订股票 然后买美国债息 就是这样 但是问题 跌势会不会停 不知道 很难说 因为刚才我已经说了 应该大部分都是Bill Ackman 那些 全部都是沽空盘 全部都是沽空盘 沽空盘有一个一定要用的 就是人心虚胁 害怕 一定有一个理由 就是你要害怕 之前用了耳巴战争 之前用了耳巴战争 所以你看到 由耳巴战争开始 这两个星期就一直跌 好了 正常来说 如果你看到Amazon已经捉底 的话 捉底反弹的话 有机会是完的 有机会是完的 其实是 所以大家 最好不要跟他玩 千万不要 手多多走去股空 你手多多走去股空 你又不是柳一文 我告诉你 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就不要怨人了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额外的新闻 好了 没有什么额外的东西 恒指已经 港股收了股 升了354 恒指收17,398 今天的成交算是好的 914亿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youtube投资筆记 我们还有一集就完 大家如果要订阅 就订阅11月份 希望大家可以免费订阅 我们的youtube 英文财经频道 us.marketweekly 连结在下面 我们的网址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期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期 还有一集 就是说Hermes最后的季 下个星期 星期一、二 还是10月份 当时 就会让大家知道 11月份 会订阅什么 大家有兴趣 那些问题是对的 那你先订阅 好的 我们两类型的收费项目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看 营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快 电邮和PayPal账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youtube 下面留言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我可以 好了 今天已经是星期六 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我们下个星期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